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只小花是普环的确是普环不是特比环 它没有特比环它是没有特比环的 的确是普环我昨天拿在手里的那只特比环 不是小花是我的另外一只花鸽 那是这只花鸽子和小花是不一样的 比小花白 它这个是特比环 你看还有特比环的印照 那你看里面有特比环 那只小花呢 也就是我那只磁锡塞二的直律 和那个小花不是一只鸽子 我没有必要欺骗朋友们 但是现在这个小花呢 真的我那天上楼的时候我就动摇了 到底是放还是不放 真的我都动摇了 当我把视频发出去以后呢 很多的朋友叫我不要放 还有一位打电话跟我说了 恳求我小花不要放了 他说你放了 你会后悔一辈子 有朋友说啊 你家鸽子那么多 你在乎这一只餐菜吗 你留下来就当冲我养着吧 也要不了你多少钱 也有的朋友说养鸽子就要放 你不放那还不如不养 当时我真的好为难 也觉得应该让他上一次 是吧 两百公里吧 一百九十多公里 我说让他飞一下看 能不能回来 当然我也相信他 这个短距离的应该能回来 你说到后面 我不敢说 但是这个短距离的 他应该有希望来回来 他的七平被也回来了 下一次究竟放不放 我还在考虑着 真的 其实呢我也舍不得放了 因为每次进到高棚里面来 他都会飞到我身上来 昨天 他回来以后 立马就飞到我身上来了 当时我真的好开心 我这小花 你终于回来了 还有几天呢 就是三百公里了 也有可能 我舍不得 真的舍不得 让他再上了 朋友们 对于我这个决定 你们是不是感到很高兴 谢谢朋友们 对我一贯以来的关心和支持 朋友们 下期见 谢谢 谢谢大家